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起冲 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跟进一下这个慕尤丁的新闻 今天慕尤丁呢一整天的都在反贪会那边的入口供 入了一整天了 然后这个反贪会呢也已经做了正式宣布说明天就会正式提供这个慕尤丁 多向这个贪污罪还有那个洗钱罪 然后呢这个慕尤丁呢现在呢也正式被放出来了类似是保释之类的啦 这个反贪会呢也不敢锁他过夜 如果锁他过夜的话呢就会有的 类似1998年安华这样的效应啊还记得当初安华 非但不能被保释出来还要被打一个黑眼圈啊那时候所激起的情绪有多么高涨 现在这个慕尤丁呢他是整个人 完完整整的走出来没有黑眼圈什么都没有啊 听说现在慕尤丁正在开着记者会啦 应该又是说一些内容说 哎呦我被安华政治破坏啊之类之类的 OK OK啦他如果说他被安华政治破坏啊我还可以接受啦 我是希望啊他等下不要说哎呦花人欺负我们马来人啊 我们马来人被欺负啊我不希望听到这一句啦 听到这一句的话就非常的低级 非常的是 no cross OK 好 So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慕尤丁的案件啊 啊 针对这个慕尤丁的案件呢 我相信啦对于全马来西亚绝大多数的华社来说啦 除了民政党跟马华应该没有多少个华人认为慕尤丁是真正的无辜啦 啊 所以我就认为没有必要对华社做太多的心理建设 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啦 啊反而是我们的友族那边啊 啊就真的是应该要好好的 在沟通一下 因为我所知道的是 今天呢好像呢全国各地的回教堂啊 都在为这个 慕尤丁祈祷是吗当然是有人带动的啦不是那些马来人自己发起啦 一定是当地的那些土团的回教堂发动的啦 OK 当然 我不否认 啊 马来西亚绝大多数的马来人 过半的马来人 支持土团 支持回教党 支持国盟 啊 所以呢 他们可能会同情这个慕尤丁的情况 OK 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被 排除没有办法被否认的 OK 但是呢 与此同时呢 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我还真想 给我们的友族呢 一些思考 啊 不是要求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们那一套 但是呢你们有这个智慧 有这个权利 去自己思考一些问题 啊 思考什么问题呢 OK 首先 第一 就是呢 在楼佛周选跟全国大选的时候 你们看一下国盟 丢了多少钱 在那个大选宣传那边 啊 你看他们的海报多大张 啊 你看他们那个LED 罗里 啊 通街走 有没有想过这些钱从哪里来吗 啊 这个国盟呢 从来没有拿出麦洛狗了 但是呢 他做这些竞选的 在开销呢 竟然可以这么大手笔 到底他们钱从哪里来 所以我们的友族同胞 要好好地想这个问题 这个钱 从哪里来 啊 他不是无端端生出来的 啊 你也不可以一厢行业说 哦 跟花轮打抢就可以了啦 啊 没有这么回事 没有这么优质啦 OK 啊 你应该想一下 国盟这些钱从哪里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 啊 OK 然后 还有 第二点 就是大选的时候啦 我相信很多国盟的支持者都知道 啊 很多人 拿到 啊 一些 费用 啊 他们俗称的红包钱 什么之类的 啊 在投票的时候 OK咯 那些有拿到 或者是听说别人有拿到的 很简单 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能认为这些钱从哪里来 啊 一样咯 你们也不可以一厢亲眼的说跟华人打抢就可以了啦 没有 没有这么天真的事情 你们要好好的想这个问题 这些钱从哪里来 啊 还有 Azmin Ali 整家人可以坐飞机的那个商务场 去欧洲旅行 钱从哪里来 啊 啊 所以 这个 土团啊 他被冻结掉的那个户口啊 里面有好几亿 啊 这些好几亿从哪里来 啊 回教党告诉你 他们很有钱 啊 他们的钱多到用不完 土团如果被冻结户口 不要紧 来跟回教党拿回 回教党很有钱 这些钱从哪来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跟这 有足了啊 好好的沟通一个问题就是 啊 你们好好的想回一个问题就好了 这些国盟 的这些钱 这么多的钱 是从哪里来的 啊 然后呢 当你们有所怀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再问回你们一个 很基本的问题 当初你们推翻国阵 你们拥抱国盟 纯粹是因为 你们已经厌倦了这个 国阵的贪污腐败 啊 这个巫统的贪污腐败 即使巫统是一个民主保护神 但是你认为他腐败了 所以你们不要再支持他 你们支持国盟 因为你们认为国盟比较连结 但是 前面那些问题就问到你们了 国盟的钱从哪里来 其实 我知道 每次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 很多人会一厢情愿的说 只要跟华人打抢就可以了啦 这些钱 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啊 没有 我都跟你讲 没有这么天真幼稚的 要想一下这些钱从哪里来 这钱还不是从国库来的 还可以从哪里来 好好的想一下 到底这个国盟的钱从哪里来 然后呢 这个国盟 到底是不是你们想象的这么连结 也 想完这些问题了 过后 最后一个结论 你今天还要真心诚意的为这个 慕尤丁 祈祷吗 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 真的应该要跟所有的友族 好好沟通一下这些问题 把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 全部抛开来 问他们 一条条的想 国盟这些钱 从哪里来 国盟 是否是你们想象中 这么连结 好 所以我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